刘先生说 13号下午 他把车停在现在这辆奥迪的位置上 当时左边是一辆保时捷卡验 在他的车子右后方 有一台无人智能洗车机 主体结构像一个门框 叫做龙门 龙门沿着下面的轨道前后一动就可以洗车 刘先生往外倒车的时候 洗车机正在工作 一开始是停在那个位置的 我一把没倒过去 我往前 拉了一把 然后准备到第二把 准备倒出去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车 这个一直在 我已经倒不出去了 已经离得很近了 然后就是那一个 三分钟那个三角铁那里 刚好把我的车子那边给顶住了 顶住了以后 我就感觉车子一动 那没办法了 那我一开始还没感觉 后面一车碰到人家那个保时捷车了 然后后来下来了以后 我才感觉 那我前面车头已经 得到那个保时捷车上了 刘先生说的 这三角铁是洗车机龙门两边朝外突出的部分 当时左边的脚撞到了他车子右前门顶部 他说车子受力后往外移动 就撞上了左边的保时捷 照片上 刘先生车子左前大灯与保时捷尾部相撞 看不出明显的破损 刘先生说保时捷掉了一块漆 修好起码要五六千 刘先生现场把自己的车开进去洗了一下 洗车机旁边有三根红色的塑料立柱 当龙门移到最外面的位置时 三角形的部分超过第三根立柱 朝外伸出将近一米 洗车机上写着一公里智能几个字 刘先生说当时物业帮他联系了保时捷车主 还联系了一公里方面 一番沟通下来 物业和一公里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 刘先生就报了交警 他说你在车上 人家车是禁止的 你是在动的 他说我只能盼你全走 况且再说的话 也是你车碰到人家 并不是人家碰到你 交警定我全责了 走我的保险 这个我也认了 但是后面的态度的话 包括物业的态度 包括他们这个洗车这个态度 我感觉都推得一干二净 然后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很不舒服 找到黄龙万科物业服务中心 对方表示他们已经把监控提供给了一公里 记得又联系上一公里方面 对方发来了当时的监控 13号下午3点07分 刘先生往外倒车 这时候洗车机确实在工作 但龙门的具体运动轨迹 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 到了一半 刘先生往左打了方向 又朝里面开了一段 随后车子就不动了 一公里方面表示 会和刘先生私下协商处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要照吗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